欢迎收听聊音乐 我是雨昕 我是一位音乐治疗师 我在美国 我是Zoe 雨荣 我也是一位音乐治疗师 我在德国 聊音乐是一个分享音乐治疗 与音乐科学相关知识的Podcast节目 我们在每周二和四会上架新的一集 如果是新的朋友的话 别忘了按下订阅关注我们 目前在各大平台和YouTube上 搜寻聊音乐Podcast 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 别忘了聊是治疗的聊 不是聊天的聊哦 另外节目内容的相关讯息 以及重点大纲 都会放在节目show note节目笔记里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到下方点开参考 如果你认为我们的节目 可以让更多人了解音乐治疗的话 请帮忙我们分享 推荐给有兴趣的朋友们 让更多人能收听这个节目 好啦 那大家准备好的话 我们就马上进入今天的主题咯 这个星期我们想要来讲讲看 韩国的音乐治疗发展是怎么样 所以呢 韩国他们的第一二个音乐治疗硕士学位呢 是在1997年 熟名女子大学 还有梨花女子大学所创立的 你看哦 1997年 所以是23年前 一直到2016年 他们已经有了17个学校 有提供音乐治疗的课程 包括学士还有硕士的学位 哇哦 常常听到梨花女子大学这个名字 感觉是一个蛮有名的学校 我觉得以前好像也是有台湾的音乐治疗师 去那边交流 哦 嗯 我记得我有在那个乐音上面看过 也许我可能也有看过 对 对 就是不知道几年前 然后他们呢 呃 也是很多音乐治疗师 是从欧美国家训练回韩国的 所以他们应该也是像日本一样啊 面临到很多要重新的文化调试 然后要怎么再运用在新的一个地方 我想说他们应该是蛮酷的 比如说韩团啊 K-POP啊 然后这些女团 这是非常特别的一个音乐类型 韩国的娱乐工业发展又是非常的蓬勃 它跟音乐治疗的这个产业发展 到底你知道有没有一些关联 或者说是不是因为他们娱乐产业发展很好 所以也连带着还蛮支持音乐治疗的发展 这个我就不知道 这只是我现在的猜测 不过搞不好有一些关系 搞不好他们有人写这方面的论文 只是我们没有找到 只是我们看不懂韩文而已 我看到有一篇论文研究呢 他就是在想 他是如何训练他们的音乐治疗学生 那他们的课程规划呢 其实真的很偏向欧美 论文里面他的研究方法就是说 使用美国学校 就是美国硕士program里面的其中一个课程 体验性的这种音乐治疗课程 让学生去体验怎么样接受音乐治疗 或怎么进行音乐治疗 这样子就是这种体验性的 他的操作就是一模一样 去看说这个效果 学生有没有增加他们的self awareness 然后有没有增加他们对音乐治疗师 这个identity的这个想法之类的 我觉得因为我自己也有接受过这个训练嘛 然后看完论文以后我就觉得 哦这真的是一模一样的训练 那可能就只是把他的语言 把它转换成韩文这样子 因为他在本地首课 转换成韩文教学生 但是他的课程内容 依照这个论文看来 就是一模一样 这是我所观察到的 他们的当地课程内容 你说他的课程内容跟大纲是一样 但是使用的歌曲可能会不同吧 就是韩国人当地的歌曲 但是如果你说像是这种 比较improvise的 当然可能有一些tune 比较就是从学生自己而来 他自己听过音乐 或他自己的背景 但是improvise的东西 并不是说我是用哪一首歌 但这就跟我们去那边念的时候 也是一样 就是我们自己也是用 我们自己 文化 对啊对啊对啊 他这个架构是可以 被套养在不同的学生团 不同的人来使用 这样子很好 他并不是说 你的内容 我一定要用这个文化的内容 是啊 所以看起来是一个 蛮成功的adaptation的教学法 所以这个理论 就是一个好的东西嘛 因为我们想要继续去 去在这个理论上面去建立 所以他就是提供给学生们 一个很好的基础 那透过这样子的训练 嗯 其实我觉得不用太 应该是说 我是觉得蛮好的啦 就不用太分 这个东方西方什么的 嗯 我是觉得因为治疗 这个大观念的话 如果都是西方学来的 很容易可以了解 就是这些 从欧美回去的学生们 他们回到家当老师 那很自然的就把他在 欧美中心学的东西 放过来 继续转化来用 但是这个专业本来 其实就是西方来的专业啊 是啊 治疗的这个思维 本来就是一个西方 心理学也是啊 对 心理学 或者是医学 medicine 对 就是这些都是西方的思维 对啊 那这个 我觉得这个就是很 tricky的讨论了 有时候人家就说 诶 事实的话 并没有分什么文化 还是什么的 但是 你又是会在想说 是什么样的人会 看到这些事实 对不对 这样的人会感受到 这些观点 但他可能跟他的背景 又很有关系 这个我觉得这个讨论 就有点 很有趣的 但是我觉得就是 有点复杂 但是不管怎样 如果出发点 是说 想要怎么发展这个 理念 然后怎么样 好好的运用的话 我觉得只要是 各个国家 有发展出一个 很好的用法的话 我觉得都可以拿来使用 跟大家来融合 这样子 对啊 而且现在年轻人 都蛮厉害的嘛 所以都可以 自己找出自己的一条路 因为这个不是 不是什么 你的西方老师 可以教你的 就是真的是 大家自己摸索出来 慢慢 慢慢摸索出来 用的 慢慢的摸索 对啊 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方式 讲讲看 韩国音乐治疗协会好了 所以他们也有提供这个证照 然后 Journal 期刊 Job Posting 布告栏 工作布告栏 然后还有一些 音乐治疗继续在教育 学习的机会 然后 我有看到啊 他们在继续教育 学习 做得还蛮 蛮好的 他们很多 比如说他们本地 韩文奖的继续教育学分 在网路上就可以直接学 所以是很及时 然后很方便 就是如果说 想要继续待在韩国的老师们呢 他们可以 马上就可以学 跟自己有关的东西 而不用说再是学 比如说用英文讲的东西 然后再来转换成自己的东西 感觉他们做了非常 实际上的 实际上的贡献 就比如说 考试的证照 出期刊 帮忙 工作机会 对 然后连接到 音乐治疗师们 继续在 这些会非常实际 对啊 应该是 有一定的人口数 然后很团结 来做这件事情 然后我看他们的那个 Job Posting啊 他们也是 就业市场 就业市场上面 也大概每个月 都有两三个 新流位置释出 哇 所以是感觉在社会上 已经有一点知名度 就是大家知道你在做什么 然后大概有一直在 不一样的位置释出 就是可能不同的机构 然后跟不同的单位合作 这样子 那我们的韩国音乐治疗 就先聊到这边咯 谢谢大家今天收听聊音乐 如果喜欢我们的内容 请到我们ITS平台上 给五颗星病留言支持我们 那非苹果的用户 也欢迎到其他平台 或者聊音乐的YouTube频道 按赞分享我们的节目 在Apple YouTube和各大平台 订阅这个频道 就不会错过我们每周的新节目咯 有任何想法或意见的话 也欢迎在平台上留言给我们 那我们下一集 再跟大家继续聊音乐 拜拜